作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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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維吾地計畫是一個四季的計畫嘛 那四個不同的城市就代表著 這四個不同季節的個性 所以一開始我們那時候在想的時候 覺得春天是春光明媚 然後很適合就是有陽光很大 然後很晴朗的一個地方 所以我們就選了台東 然後到了夏天的時候 因為倫敦搖滾之都嘛 夏天就應該用搖滾來表示 所以就選擇倫敦 然後秋天是北京 所以主要是一個 新舊交替的一個概念 就是歷史感跟新的那個 東西結合在一起的時候 很有秋天那種從夏變東的 一個交替起的感覺 所以到冬天就是那個冷冽的感覺 能夠用什麼東西來表示 我們那時候想的想法是覺得 冬天就是要冷冷的感覺 又要有古典樂的東西來試試看 所以才選擇柏林 因為柏林是一個古典樂的重鎮 不知道你幾次命運 陪他堅持 這中間你們在整個溝通的過程裡 都是很順利的嗎 我們到了德國柏林 然後我們就要跟他們彩排 然後跟整個管學院團彩排 然後那一天也是他們拿到譜的第一天 我覺得他們非常的厲害 很專業啦 就是他們拿到譜之後 第一天可能演奏出70分 然後第二天就變90分 然後第三天就是正式演出的時候 他們本來並不了解那個歌在寫什麼 因為他們看不懂 然後指揮就是在正式演出前 他會稍微講一下接下來這些歌在講什麼 然後這樣解釋完之後 他們的演奏又往上拉到比如說120分 就是那個時候的感覺是很直接的 你真的有吵過架嗎 因為我們就是先有友情 才開始做音樂的一個團體啊 就是不是說為了要做音樂硬衝 彼此本來就是都是有友情基礎 有啦 有那個 我們平常練團的時候 我就是坐在他背後嘛 所以阿龔轉過來的時候 基本上只有我看得到 然後 我就常常只要聽到他們兩個不對勁 我就想一看 然後就會看到阿龔這樣轉過來 但是手一邊還在彈喔 手完全沒有出錯 但是這樣 就掃射一遍這樣 然後就很認真盯他們兩個這樣 然後就盯了你 他不會先直接講出來 他會說你先說說看 基本上老師都是這樣 這老師真的很可怖耶 我們可能就會 大家就挺著 然後我想說 那是不是那個 蛤 你聽不出來啊 這個音 我只能告訴你是這個音的問題 這個音在哪裡 你自己想一下 可是你們這樣被阿龔這樣弄 也不會跟他翻臉耶 你不是要當下那個氣氛喔 哇塞 怎樣 那多緊繃啊 沒有 這不是翻臉不翻臉的問題 因為在一切的面前 我們就是音樂優先 喔 忽然拉回主給音樂優先 我們的領導是音樂 告訴我 告訴我 那是誰 你醜 各位 這次的目標 有給你 你想關心 是的 拜拜